普京太不容易了 那你去幫他吧 大家好,我是Gazza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俄羅斯居然發生了一場叛變 就是由俄羅斯的僱傭兵集團華格納 因為不滿俄羅斯軍隊而發生的一場叛變 而且更揚言說會率領大軍進入莫斯坡 而另一方面,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強烈譴責這種叛亂行為 而且更加說到所有參與這種行為的人都會受懲罰 你慢慢陪他捉鬼啊 我回家去洗澡啊 我不幹啊 但短短一天 俄羅斯的官兵集團已經宣布了和解 對不起,剛才的語言重了一點 不好意思 雖然這件事很快結束了 但亦因為這件事 發言之間觸動了一大群中國人的神機 有很多中國人都在微博上討論 就說到 華格納兵變了 我們會不會出兵呢? 中國是不會被俄羅斯出現內亂的 中國是不會被俄羅斯出現內亂的 由於這件事發展得實在太快了 可能很多觀眾都未必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幾天我都不斷看一些報道 整合了一些資料 希望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當中為何那群俄羅斯的官兵集團會發生叛變呢? 還有最後 我很想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群中國小分虹對於這件事的反應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他們的言論有多麼搞笑呢? OK 好了,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share、comment subscribe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沒有其他朋友支持我 如果你想這條影片更多 亦不妨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首先,讓我簡單不打說一下 這次發動叛亂的華格納 僱傭兵集團是什麼呢? 其實俄羅斯的僱傭兵集團 華格納早在2014年成立 而他們的首領叫做普利哥任 直到目前為止 這個僱傭兵集團的人數 就已經超過5萬人 其中包含從監獄中 招募的4萬名籌版 其餘大多數都是退伍軍人 以及一些自願報名的傻丘 即是早前我拍片說過一位 賣坦克的中國小粉紅 背負所有的罪 守護天下的人 這個坎克 我已經打飛了 我的隊友安全犧牲了 就剩我了 現在我自己做主了 你請問傻仔不行的 我不認識他,不是這些人嗎? 而華格納這個僱傭兵集團 其實在俄烏大戰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幫助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所以簡單來說 也是人渣之中的人渣 而近日華格納的首領普利哥任 該天在社交平台上說到 將會跟俄羅斯軍隊進行對抗 可能大家看到這裡都會問 為何華格納的僱傭兵集團會發生這次的叛亂呢? 根據媒體的報導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包括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 話說早在今年5月的時候 華格納的首領普利哥任 居然拍片批評俄羅斯軍方 說他們沒有提供充分的支援 沒有比較足夠的彈藥他們上前線打仗 所以就令華格納僱傭兵傷亡慘重 簡單來說就是 第二個原因就是 在今年6月 俄羅斯國防部要求華格納的僱傭兵 必須跟國防部簽合約 也就是說要將一班僱傭兵收歸為國防部管理 正正因為俄羅斯軍方的舉動 令華格納的首領普利哥任表示不滿 而且更加強調 是不會跟俄羅斯官方簽署任何合同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令華格納的首領徽軍不上 而且他更加要求俄羅斯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 要過來找他跟他進行談判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就會率領大軍不上前往莫斯波 但到了最後 居然由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出面調停這件事 而在匯騰結束後 普利哥任宣布同意進行和解 所以就令到這件事沒有繼續發酵 不是吧 這件事雖然很快就收了皮 但也暴露了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華格納的僱傭兵集團 在俄羅斯大戰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現在他們的首領 是肯然跑去白羅斯那裡 所以對俄羅斯大戰的後續 又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第二個問題 正如普利哥任對俄羅斯軍方的批評所說 大哥 他說不夠彈藥給他們作戰 我想問這個到底是俄羅斯軍方資源調配的問題 還是俄羅斯真的沒有那麼多資源 繼續進行和乎大戰? 裝死你,混蛋 這怎麼會是熱狗? 第三個問題 就是從這件事都可以看到 俄羅斯一個看似堅不可取的政權 其實都是有漏洞的 大哥 一個俄羅斯的僱傭兵團 北上去莫斯科 居然是可以幾乎是兵不脫印 就只差一百公里 就已經上去莫斯科那一道 哇,這樣還得了? 接下來我想說的就是 就是這件事發生後 我發現在中國的社交平台上 有很多小粉紅的留言都是相當有趣的 所以今天我打送給大家分量和回應一下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這群人是有多麼瘋狂呢? 普京太不容易了 那你就幫他吧 在國家會有很強大之前 我平時第一選擇 這個我同意的 尤其是你知道 有些國家人均月收入才得過三千元 好心你就收拼 不要經常說統一台灣 哎呀,老闆 相信普京的智慧 蛤?智慧? 不是的 都真的挺有智慧的 可以將一場明明打一日的仗 都可以拖到第一年 而且還要引來各國的制裁 甚至現在還以為出現內亂 都居然可以處變不堅 當沒事發生 單憑這件事你就知道 他的智慧有多麼出色 我只是指一句智慧 收拾吧 無論哪個國家 對待半國政變分子絕不守軟 不管怎麼樣 半國是不對的 對呀,沒錯 老老豆豆 我真的覺得半國政變那些都是混蛋 尤其是當年中國抗日 當國民黨對抗日軍的時候 都不知道哪個混蛋在背後搞三搞四 又分裂國家 甚至是將國民黨說到台灣那裡 如果按照你們所說 這個政黨真是混蛋 什麼怕人爭才行 是不是這樣說 本人希望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 通過對話化解矛盾分歧和爭斷 是不是真的這樣 先生,不要打招 我不要打招 希望世界和平 願世界和平 願祖典和解 蛤? 喂,不是吧 你們這些中國人當年不是這樣的 當年你們不是很支持俄羅斯攻打烏阿蘭嗎 我是希望俄羅斯勝利的 因為我是中國人 我們支持俄羅斯 祖國要強大 全中國14億人民 支持你 搶俄羅斯的將士們 加油 鼓勵你們 支持你們 所以明明你們是支持戰爭的 為什麼現在無故又說要支持和平呢 這個老闆是不是精神分裂的 你搞到我好亂 你們對台灣的態度也是這樣 一時就說到 我們要武統台灣 台灣你們死人 我們要撈倒不撈人 但轉頭 當發生一些事件時 就像一些留言一樣 希望世界和平 願平安 所以好心你們一班人就不要這麼虛偽 對你們有害時就世界和平 對你們有利 就打仗,武統 這樣吧,世界都被美帝搞了 是不是美國搞了什麼手腳呢 大概是被美國人鼓動瞄 那麼久以來 殺人放火打劫強姦非禮 未曾有一窩做到的 就是你的肥肥肉在阻塞 打倒侵略者 我不知道他是認真還是假的 對,對 打倒侵略者 中國是不會被俄羅斯發生內亂的 我們會不會出兵 那當然是出兵 這次坦白,可不可以把這些 尷尬 jar 支持保兼 我們還是應該向國內反桶的俄羅斯出售裝備 那麼那今天在這裡 先講到此為止 一個在事件上 真的我們經常聽到 中國部覺得也不停說到 今天烏克蘭 明日台灣 但是你們又有沒有想過 其實今天的俄羅斯 也只是明日的中國 打仗打了11年,受盡各國的制裁 而且還發生了內亂 如果你們一群中國網民都繼續執迷不悟 繼續認為攻打台灣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就正如普京約子所說 一天之外就可以攻打烏日蘭 那你們就出兵了 我就真的拭目以待了 最後一件事 請觀眾亦不願意在下方不得分 沒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 스크咯 訂閱 按讚 訂閱 訂閱 按讚 訂閱 支持 按讚 оре 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睇讚 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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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